哇!很合理耶! 哈囉!歡迎來到野菜露露! 我是露冰! 我是小野! 今天呢要來做一道 玉香米糕! 那米糕呢應該算是台灣的古早味小吃 古早味! 古早味! 但其實大家都會買現成的 就會覺得自己做啊、麻煩啊 準備一堆食材啊 不知道怎麼做啊 但其實蠻簡單的 今天呢就是要來分享 快速就可以讓你們享用到好吃的米糕 那在開始之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在用的香油 那我看我們頻道應該知道 我很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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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香油 超級愛 每一道都要用 怎麼每一道都有香油啊? 香油會不會用完了? 那我們今天的玉香米糕啊 就是要用這一款 真老的小魔白麻油 那它是榮獲2021年的ITQI的二星獎 也就是食品界的米其林獎 雜木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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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那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啊 其實市面上的香油啊 都是少許的白芝麻油 然後再添加其他的油品 混合成的調和油 但是真老的小魔白麻油啊 它是純的白芝麻油 也就是它的食材裡面只有白芝麻 是純的喔 沒有做黑的 有啦它也有黑芝麻油 真的假的 那我現在打開聞啊 我現在打開聞 它真的很香耶 怎麼可以香成這樣 它不是那種很濃郁的那種芝麻的香 它就是淡淡的那種清香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它跟一般的那種香油的味道差很多 好香喔 就感覺好像自己現磨出來的 就一大堆白芝麻在擂茶的時候那個味道 就是它清香清香 但是它就是很天然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啊 因為它們是使用小魔水洗制法跟低溫烘焙 所以它們不會去破壞到芝麻的營養 然後吃了也不會覺得很糟熱 那剛剛講到小魔水洗法啊 其實就是將白芝麻去雜質之後 洗淨研磨成醬 再加入熱水去攪拌 最後油水分離之後 再取上面浮起來的油 是一種非常非常費工的方法 但是也能保留最多的香氣跟它的營養 那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用途 像煎 煮 炒 醃製 涼拌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用這個來做玉香米糕 那我們就開始料理囉 開始 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泡好水的長糯米 芋頭 乾香菇 金針菇 豆干 菜脯 素鬆 香菜 醃製的小黃瓜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先將香菜切成小段狀備用 乾香菇切成絲狀 豆干 金針菇跟芋頭 切成小丁狀 現在要來削芋頭了 芋頭 因為它本身還有草生鈣的成分 所以如果你直接用手去觸碰它的話 你的手會很刺很癢 所以就是戴手套 或者是用一個滾水 然後把芋頭放進去煮一分鐘之後 就讓它有點外面有點熟了之後 它也不會癢 對 比較不會癢 我覺得還是戴手套比較快 對 戴手套比較快 所以我就戴手套了 取一個炒鍋 放入適量的白麻油 放入芋頭 倒入芋頭跟斗幹 免殖金黃 再放入金針菇 再放入金針菇 乾香菇 菜脯 一起炒香 加入醬油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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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椒粉 鋁青粉 幾白麻油 炒香 倒入水跟香菇水 蓋鍋煮約10分鐘 開蓋後將食材撈起 放入瀝乾水分的腸糯米 炒至滷汁收乾 糯米變成黏頭狀 煮一個杯子 杯子裡塗上少許的白麻油 將炒好的餡料鋪至杯底 再將糯米填滿壓緊 這個腸糯米記得用之前要先泡水 前一天要先泡水放到冰箱 因為現在天氣比較熱 還是放到冰箱比較好 那如果你沒有泡水的話 要記得至少要泡4個小時 至少要泡4小時 不然蒸的話會不會太硬 那裝著糯米的時候啊 大概裝到你的容器的8分滿 像這樣 大概裝到8分滿 因為它等一下蒸下來會再稍微膨脹一點 去留一點空間 然後一定要壓緊喔 不然等一下脫模的時候就會鬆開 今天做的這些米跟料啊 如果你有多出來啊 你就直接拿粽葉 就把它包進去 就直接變素粽 吃超方便 就不用擔心要剩這麼多料怎麼辦 蓋上紗布 用麻繩綁緊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這種綿繩啊 也可以留下那個 大家都要吃粽子 粽子上面的繩子就把它留下來 不要浪費 從不利用 放入電鍋 以外鍋兩杯水開始蒸煮 跳起後再燜十分鐘 即可取出成盤 跳起後再燜十分鐘 水上水 要在哪一邊 掉下三滑 只要在一邊 煮成蠅 一邊三滑 一邊三滑 要是用三滑 一邊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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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它的周圍 兩塊一圈 最後再淋上甜辣醬 放上素鬆、香菜 以及醃好的小黃瓜 就可以享用啦 我超喜歡吃露比做的米糕 很久沒做了 好吃 我覺得整體搭配在一起啊 從上而下下去吃的時候是很好吃的 香菜搭配那個素鬆 再下去料 再下去米飯 很合理耶 很好吃耶 為什麼素鬆跟香菜合在一起 有點錯覺到那個 米血糕的那種感覺 素鬆有點花生香氣 每一個牌子素鬆都可以 就超我自己喜歡的 然後甜辣醬也是 好好吃喔 我覺得白麻油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 就是為什麼我會喜歡 這麼喜歡用香油和麻油的料理 原因就是因為你用它去 煸一些食材的時候啊 它可以讓食材味道提升更多 然後讓油本身的香氣也會更足夠 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敲碗 要吃露比做的米糕嗎 只有我吃得到 有點得意耶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簡單 很多人滿意 看你做的覺得不難 自己做起來有點麻煩 最近真的 端午節快到了 好適合包粽子耶 這個料也很適合去包粽子 還有那個菜脯啦 我覺得菜脯要講一下 你去買的時候 要問它這個要包泡 要怎麼處理 因為每個地方買的菜脯 它的鹹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食譜上面 可以調味料也都是參考 你要自己再去抓 衡量一下 如果對這款真老白麻油有興趣啦 我們也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字底留言 有興趣的都可以 看看啊 你有沒有吃到芋頭 有 好好吃喔芋頭 芋頭在裡面好香喔 整個畫開而且還有吸附麻油的香氣耶 對不對 有興趣的話記得下面有自頂留言 會有相關的資訊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好好吃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吃圓票記得幫我們訂閱開啟 不要忘記是從FacebookIG啊 好吃 好香喔 有一點啊 如果你不吃香菜 就不要加 就不要加 或是加芹菜末也可以 喔對 芹菜葉也可以 芹菜葉塞上面搭配也可以 好啦 掰掰 芋頭在裡面畫開真的超讚 但是我們可以先跟你講好嗎 可以看到 芋頭在那裡嗎 也有可能 可以看到 那就是